送福前程万里 将爱进行到底 直到看见爱宝乐园通往熊猫世界的路上 换上了福宝的姻缘海报 我才知道爱宝乐园真的有在和猪猪好好告别 没有因为他要走就不花心思 反而更加费心让福宝的流量起来 这样福宝回国以后才能受到更多的关注更好的生活 所有人都知道福宝4月初就要踏上回国的旅程了 只有福宝自己不知道 现在福宝已经和妈妈爱宝房间互换了 为了福宝在新房间更好的活动适应 两位爷爷将爱宝的房间进行了改造 最大的改变就是多了一个大窗户 不知道是不是怕福宝最后一个月不能出门 无聊时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 福宝来到新房间表现得格外的乖 没有一点应激反应 要知道熊猫可是独居动物 但福宝好像已经熟悉了两个妹妹的气味 安安静静地坐在地上吃着窝头 将爷爷为了多陪陪福宝 天天加班到深夜 看着熟睡的福宝 嘴里嘟囔着跟福宝的过往 说自己有多么的伤心不舍 再过一个月福宝将不再出门营业 将有两位爷爷照顾在房间的福宝 不知道福宝一个月不能出门会不会不适应 要知道爱宝坐月子半年没出门可是憔悴了不少 我们的福珠珠这么活泼好动 一个月不能外出一定很难受吧 好在有两位爷爷陪伴 宋爷爷说现在是为了福宝幸福生活 需要让福宝独自踏上旅程 生活中无法避开辛苦而艰难的时刻 无论是谁都会经历吧 但是福宝只要战胜这个时期 它将会是更宝贵的幸福宝物 记住哦 福宝 你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是美好的结局 活着你的模样